警方宣布侦破一宗企图利用土制炸弹 在巴生谷地区啤酒节活动现场 娱乐场所和非穆斯林宗教场所发动袭击的团伙 警方逮捕的三名男子当中 除了一名退伍军人 还有一名19岁的大学先修班学生 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福兹 星期二召开特别记者会宣布 警方10月10日在吉兰丹巴西福地一家餐馆内 逮捕一名19岁大学先修班学生 退伍军人和一名承包商 落网的承包商相信和叙利亚的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IS成员有联系 警方调查发现 他们测试了引爆土制炸弹的威力 我们决定要进行试试 对于IED 在高沙拉帕 在巴西福西克兰丹 在28月2017 试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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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福兹指出 警方起货的土制炸弹半径30米 如果在啤酒节活动现场引爆 后果不堪设想 他重申 警方早前以安全理由 不准发出吉隆坡批酒节的准证 并非无中生有 警方也展示在这起反恐行动中 制造土制炸弹六根PVC水管 制造土制炸弹的笔记和多种爆炸物原材料 炮新闻 陈辉新报道 与优